连续斩获了九座奥斯卡奖杯的末代皇帝 自从上映以来就一直广受好评 并且在全世界的电影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国都不翻拍末代皇帝呢 为了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我整理出大量资料 总结出来以下五点 第一点 拍摄场景问题 末代皇帝的拍摄地在故宫紫禁城 它是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部 被官方允许进入紫禁城 太和殿内部拍摄的电影 而且在当时 我国还尽全力配合了电影的拍摄 并且对内容也没有什么限制 就连电影中朴仪三岁登机适用的玉玺 都是货真价实的玉玺 不过到了现在 我国绝对不会为了翻拍一部电影 就去将整个紫禁城封闭下来 所以就光拍摄场地这一个门槛 就把一大半翻拍的想法给打了回去 第二点 决策刻画问题 末代皇帝虽然有艺术化和美化的成分 但是它的历史还原度 绝对比你看到的大部分电影 电视剧搞得不止一个等级 同时当然为了更好地还原朴仪的性格 还请来了他的弟弟蒲杰 以及帮助蒲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 做顾问 甚至还采访了他的妻子 和看管蒲仪的监狱长等等 从而采访末代皇帝的一生 展现给我们 但是现在这些人却全部离世 加上蒲仪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复杂 没有了这一类重要的条件 想要把蒲仪在时代潮流中 翻滚一生的无力感展示给观众 基本不太可能 所以说 有些东西一旦过了时间点 可能就再也不会有了 第三点 人力和财力 在拍摄末代皇帝时 服装 道具 场景的细节 都被要求标明真实的信息来源 尽力做到最高程度还原历史 同时 为了制作演员们的假发 霸行师大约使用了2000件的头发 然而又为了办好奇人 甚至还让2000名士兵剃了光头 有传言称 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 还不惜从欧洲银行贷款2500万美元 来拍好电影 并且请来了世界殿堂级的电影大师 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做导演 和三次斩获奥斯卡世界殿堂级的摄影师 维托里奥·斯托拉罗 就连剪辑师 服装设计师和造型师 也基本都是当时世界最顶尖的 像这种级别的人物放到现在 可能用钱都抢不到 更何况是齐聚在一起 同时制作一部电影 简直想都不敢想 第四点 拍摄问题 末代皇帝这部电影 在光线上可谓是大有讲究 虽然基本都是自然光 不过这其中 却含有导演的许多小细节 比如溥仪被慈禧太后招进宫中 并立他为皇帝 从这一刻开始 一直到慈禧驾崩 紫禁城光线都是昏暗阴冷的色调 让观众不由地感受到压抑和恐怖 跟随日本人到达东北三省时 用的是侧光 把溥仪的脸 给绕成了一明一暗的阴阳脸 此时表明了 他当时处境的尴尬和困惑 尤其是当傀儡皇帝的本质 逐渐暴露了出来 场景更是变得阴沉和灰暗 后来溥仪经过战犯管理所的改造 可以平静地看待过去的荣光和耻辱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时候 这个时间段的光影 又明显柔和了许多 基本恢复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光影 最后溥仪在晚年重回太和殿时 虽然影片仍有一个侧光 来展现他仰望龙鱼 但这次的光线 却不像是他的心理活动 反而更像是对溥仪一生的概括 他的生命只有那么一点光亮 其余部分全是黑暗 反而灵活地将光影 和溥仪的心理处境相融合 从而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所以如果想要翻拍的话 首先会很多条件都不允许 再加上拍摄难度系数太大 并且还没有什么票房保障 因此就没有人愿意翻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还想了解什么故事 可以告诉我 我来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见